早七点 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静 各位早上好 我是战东 今天是2019年10月13号 星期天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节目将重点关注的内容 五国民航启动最大范围空域调整 航线增加超200条 航班增容 航路新增里程约4700公里 强台风海贝斯登陆日本 已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多地停水停电 交通受阻 月扫消费需求旺盛 行业监管标准缺失 技能证书真伪难辨 刷手机压力大 辗转难眠 90后成著名产品消费主力军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关于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清算审核情况的公式 根据公式内容 车企申报补贴中 约有220.27亿元通过审核 公式中补贴审核信息表显示 企业申报补贴的23万6881辆新能源汽车中 有20万7409辆通过审核 申报的244.14亿元中 约有220.27亿元通过审核 如果终审核查结果维持与此次公式相同 当期新能源汽车实际获得补贴 将比企业申请数额少发放近24亿元 专家表示 在未过审的新能源汽车中 多数核减原因为行驶里程数不足2万公里 目前来看 在国内汽车产销量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行业也面临一定压力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8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7万辆和8.5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2.1%和15.8% 今年以来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力度进一步加大 此前工信部表示 补贴将在2020年后全面退坡 改由双积分政策作为承接 从目前看来 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成本确实还是比较高 这也说明我们的事发程度还有个培育的过程 所以产业上下我们都在研究补补贴情况下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到底如何发展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同别分别下降20.3%和18.5% 其中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18.5%和22.5% 重特大事故起数同比减少一起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要把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放在重中之重 切实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持续开展明察暗访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动真碰硬推动地方和企业整改 和为了高考拼尽全力相比起来 考入大学的学习压力又是怎么样 也许有一部分同学会说 该松口气了 打打游戏 谈谈恋爱 边玩边学就毕业了 就算考试挂了几颗呢 这毕业前学校也会网开一面 给一个补考的机会 但是近日教育部通过官网发布了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相关意见 对本科生的教育改革 这次要动真格了 严禁更要严出 坚决取消清考行为 意见指出 要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官 加强考试管理 坚决取消毕业前补考等清考行为 近年来 在部分高校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一些学生在毕业前 如果还有挂科 学校为了保证毕业率 在毕业前 为学生增加一次补考的机会 而且清考相对容易通过 跟学生放水 让学生通过 是降低培养质量 那如果落实这个取消清考的制度 达不到这个学校的毕业的要求 就要进行淘汰 那这样的话就有进一步的 提高学校的这种培养质量 对清考行为说不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 已有高校先行尝试 去年华中科技大学就有18名学生 因学分不达标 从本科转为专科 学校没给清考机会 却给了考核不合格学生 又一次上学的机会 不给清考机会 引导学生更注重平时成绩 脚踏实地的学习 才能培养出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 严惩学术不端 严把学位授与官 除了突击清考 对饱受诟病的学术不端行为 本次教育部的意见也明令禁止 意见要求严肃处理 各类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中的 不端行为 严格毕业要求 严把学位授与官 体育考核不达标 不能毕业 培养合格的人才 除了学业过硬 强健的身体也不可或缺 此次意见就明确要求 加强学生体育课程考核 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制 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 不能毕业 早在2015年 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 2015发布的一项数据 就引起热议 在立定跳远 50米跑多项指标上 大学生的成绩 甚至不如中学生 而近年来 中国青少年的体质 虽出现触底反弹 但大学生的体质状况 在各年龄段中 仍然表现较差 如果不放到升学考试里面 实际上是家长也好 学校也好 他根本不会 就是不会去重视 这个课程的发展 不会去重视体育教育 更严格的管理 意味着大学生们今后的学习 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 而对于大学教师该如何做 教育体系如何完善 高校如何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 教育部发布的这份意见 同样做了明确说明 意见要求 引导教师前进育人 切直落实教授全员 为本科生上课的要求 让教授到教学一线 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和专业基础课 把教授为本科生的授课学时 纳入学校教学评估指标体系 在学分制度的设置上 意见明确指出 支持高校进一步完善学分制 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 选择权 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 让符合条件的教师 帮助学生制定 更具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和学业生涯规划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学生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有兴趣 如果说学生一进大学 就有学业导师 去对他进行指导 规划他的整个大学学业发展 就会让学生 过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大学生活 是整体提高 本科教育质量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科教育是否成功 还要看高校培养的人才 是否符合社会需求 对此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 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坚决淘汰 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专业 学生忙起来 管理研起来 和教学活起来 让中国的高等教育 特别是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得到一个质的提升 研自当头 研把教育和毕业考试的关口 既是对于高校负责 也是对于大学生自己负责 双管齐下 既通过制度设计 提升大学生的危机感 也通过严格监督 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大学生就更有动力 专注于学业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不负时光才能实现出彩人生 好 再来看下面一条新闻 10号凌晨 中国民航完成史上 最大范围的空域调整 全国范围内 共调整航路航线超过200条 调整班机航线走向4000多条 形成了全新的空域运行环境 这次调整 对于乘客来说 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昨天民航局 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读 此次空域调整后 航路航线新增里程约4700公里 调整航班航线走向4000多条 预计涉及5300余架次航班 新增航路点100余个 全国共有29个民航运输机场 进行了相应的飞行程序调整 空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空域调整中 变化最大的是 华北空管局所辖管制空域 作为北京大兴国籍一场 最重要的空管配套工程之一 北京中端管制区 管辖的空域面积 扩大到3.45万平方公里 面积为现行 北京中端管制区的两倍 中端区总体形成 八进十出的运行环境 预计到2021年 北京中端区内将日军 起降航班达到2900架车 成为全国最繁忙的中端管制区 记者也了解到 此次空域调整带来航班增容 也意味着飞航统一目的地 航班密度将提高 旅客可选择的航班增多 过去一些需要转机的城市 今后也会增加直飞航班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江苏无锡高架桥 桥面侧翻事故的最新进展 事故造成了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根据事故救援指挥部的信息 经初步分析 事故原因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 昨天早上 事故地段桥下的地面交通 已经恢复 现在是早上的五点半 昨天夜里 无锡迎来了一场绵绵的秋雨 但是现场的作业 一直是没有停歇的 经过36个小时 不间断的救援清理 到目前为止 垮塌的大桥已经进行了破解和清运 路面也重新进行了摊扑 大概我们掉进了四十多个人 三十多台号的基建 事故发生后 无锡312国道 K135处和垮塌桥梁下方的西港路交通 一直受阻中断 在上午早高峰来临之前 这里重新恢复了通车 事发后呢 这个对交通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个上面是315国道 这个上跨桥压下来以后呢 整个315国道 以及这个东西走向的228省道 交通都中断了 我们今天上午 尽量能在早高峰之前 就把这个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从事发现场驱车二十多公里 记者来到了这家涉事的运输企业 这里呢 就是无锡高架桥事故的涉事企业 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 来到这个公司呢 我们现在看到公司的大门呢 已经是紧闭 停止了一切的经营活动 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 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正在进行调查 前天又停了 前天又停了 前天又停掉了 目前的这家企业 已经是停止了一切的经营活动 但是来到这家企业的大门口 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 以往这家企业在这个 经营活动中间的一些蛛丝马迹 你看这个大门口的这个路面呢 已经是被来往的这个大车 压的是四分五列 在大门口 正对大门口的这个路口呢 还专门铺设了两块这个钢板 这个企业它平常主要是发哪些产品呢 运哪些产品多一些 这是钢材嘛 就是钢材 刚才为主嘛 每天大概有多少车 行车吧有几十辆 几十辆车 目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已经被相关部门带走进行调查 事故发生后 江苏省无锡市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 全力开展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展开救援 在无锡消防支队 特勤二中队的这间车库里 消防员杨晨和同事 正在收拾这些救援用过的装备 这双救援时配套的手套 虽然已经破损 但它还是没舍得丢弃掉 杨晨入职时间不长 这次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救援行动 当时她就是戴着这双手套 亲手把一名被困在车里的小女孩抱了出来 一开始说车里可能是有两个人 一个当然一个小孩 心里有种希望 小孩还是活着的 到最后还是比较难受的 门玉希是救援前线的一名指挥员 虽然过去她已经参加过 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救援行动 但这次的救援难度却是最大的 也是她最难忘的一次 刀权上一看难度是非常大 因为这个高架桥整个是轻浮下来以后 高架桥而且是比较厚比较坚固 然后整个质量比较重 第一感觉是破拆难度很大 长达十小时的救援 无锡消防支队共出动了28辆消防救援车辆 140名消防止战员投入到救援当中 肯定要把这个确定无人员的情况下 才可以继续破碎破拆 就觉得是尊重逝者吧 目前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对肇事司机车主运输企业法人代表 以及货物装载码头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等 正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的记者在一线采访时也了解到 无锡将加强日常超限超载车辆管理 我现在是在无锡的西域高架桥上 车辆的距离出发现场还有1.5公里的距离 现在312国道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 都要通过这个西域高架来进行一个绕行 在现场的这个航长的车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通行最多的车辆 还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货运车辆 在来来往往的车流里 记得发现了依然有拉着刚卷的货车在通行 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 那个卷一个卷有25、6吨左右 我看新闻是6个就有150吨 这家车子这种30吨 178吨 刚才经销商告诉我们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这里有便捷的交通条件 而他也跟我们透露了一个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超载的肯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的 司机也想多增一点对吧 312国道西港路上跨桥 101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 无锡市迅速成立交通事故调查组 全面开展事故调查 待综合各方相关资料后 专家组将对事故原因做出进一步分析判断 最终形成技术分析报告 并对与事故有关的管理层面的原因和责任 做深入调查 那么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 对超线超纵车辆的管理 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 也会组织专门的人员 加强日常这些超线超载车辆的整治 事故发生后 全国多地都加大了 对超载超线违法行为的管控和治理 11号上午 在上海敏航区济阳路近外环高速路段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会同属地交警部门 设卡对途经大货车展开突击检查 水泥搅拌车 货运卡车 施工机械拖车等 被引导至路边的超线监测站当场测试 可以看到 相关执法部门正在引导货运车辆 使向我身后的这个地秤的位置 当货运车辆压过地秤的时候 地秤可以得出货车和货物的总重量 以此来判断是否有超线的情况 在对日常超线车辆监管中 上海已经开始推广智能执法 眼前的这个探头就是自动抓拍设备 它利用摄像头与埋入地下的地秤联动 可在第一时间将经过的超线车辆自动抓拍 方便及时查处和卸载 同时交警部门还开发了一款桥梁安全APP 超载车过桥梁的抓拍和地秤信息 在30秒内就会传输到执法人员手中 包括其车牌号码载重等 我们已经在推行非现场自操的一个新的执法模式 今年我们已经在全市的13个点37根车道 已经布了这些设备 明年我们在外环线 包括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入口处 还有道口将增加更多的这些设备进行非现场执法 在南京的超载执法现场 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执法人员 正在对三台车辆过磅检测 发现其中一台车超载 超载了2.8吨 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要求 让它把超载部分的货物全部卸载完了以后 拿着我们重新过磅不超载的磅单 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罚 记者了解到 今年南京市还将建设全市超线超载 云平台数据中心 并配套建设一个联合制超指挥调度中心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12号22点55分 在广西玉陵市北流市 北纬22.18度 东京110.51度 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地震发生时 北流市震感强烈 南宁市 吴州市等大部分地区均有震感 地震发生后 广西壮族自治区 立即启动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 地震局 应急厅 消防总队等部门 立即派出人员赶赴震中 当地干部也立即进村入户查看灾情 记者了解到 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建筑倒塌的报告 当地交通通讯 电力等未受影响 另据铁路部门的消息 地震发生后 为确保旅客安全 中铁南宁局紧急暂停了9趟旅客列车 受地震影响 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那么有关广西御林地震的消息 未免将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方部分地区的旱情 7月下旬以来 江西省平均降雨量为96毫米 比多年均值偏少约七成 持续少雨天气导致江西主要江河水位持续走低 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农作物面临严重减产 江西吉安市永丰县持续的晴热天气 让永丰县4000多亩茶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面积茶树出现枯黄 叶片卷曲枯死等情况 我总共茶叶面积的话 有3000多亩茶叶 到目前这个干旱的面积估计有30%左右 当地气象部门先后发射了6枚增鱼火箭弹 实施人工降雨 在江西九江市修水县 600亩油茶林因干旱天气同样面临严重减产 面对干旱灾情 当地连续调运洒水车进行灌溉作业 自7月下旬以来 江西新渔平均降水量比历史同期偏少7成以上 在雨水区南安乡的千亩药材种植基地 一座小二型水库已经干涸枯竭 而旁边上千亩重药材 已经基本上干枯绝收 当地乡镇派出洒水车 从三公里之外运水抢救 在湖南省北部西北部中部地区的汉情 也在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干旱已经造成将近 170万亩农作物受灾 主要为中碗道 蔬菜 柑橘等 湖南麻洋县九个乡镇的25万亩柑橘蔬菜受灾 其中高村镇周上村800亩蔬菜基地全部受灾 估计将减产60% 为减少损失 当地早晚8小时抽水抗旱补救 村民还自备了小型抽水机 同时投入抽水灌溉 在湖南旭浦县 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 全县共有7万余亩柑橘受灾 在大江口镇莲花村柑橘园内 菊农田小益 6亩多柑橘树大部分枯萎 有些枝叶甚至用打火机一点就着了 好年这个季节 这个层子差不多都是7075了 今年就这样子 才20 30毫米 你看这个星期一胖就掉了 针对省内部分地区的持续汉情 湖南气象部门加强天气预测预报 实时开展人工增与作业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已经派出技术服务组 吩咐张家界 永州 槐化等地 指导农民抗旱旧灾 从11号傍晚开始 青海海北部分地区迎来降雪 国道227线多个路段 出现严重积雪结冰 交通受阻 当地多部门连夜组织清雪除冰 确保车辆安全通行 青海海北门源县 齐连县等地 11号傍晚迎来降雪 国道227线 俄伯岭 锦阳岭 盘坡等部分路段 出现积雪结冰 积雪平均厚度10厘米左右 沿线20多辆大型车辆滞留 当地公路养护路政交警部门 连夜组织人员清雪保通 沿路抛洒防滑剂和溶雪剂 帮助打滑的小车脱离困境 并为被困的大车司机提供方便面等应急食物 民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了线行等交通管制措施 截至12号早上6点左右 降雪逐渐停止 下午两点半受影响道路全部恢复通行 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 周日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 那么这股冷空气现在走到哪了呢 首先会影响哪些区域呢 马上来连线其向主播孔德翘 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德翘早上好 早上 晋晋 说到这个冷空气它已经来了 它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是 气温畅新低 推动各地季节的转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冷空气 畅新低的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像今天它影响的还是偏北一些的 主要会在东北 内蒙古 以及晋晋记还有山西这一带 降温之后呢 像是东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 普遍是不足10度的 而像是晋晋记 以及山西这一带 大概也只有15度上下 一早一晚就更冷了 东北这里普遍都是在冰点以下 而明天早晨北京的最低气温 大概也只有5度 到了明天的冷空气 将会影响向南一些 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 以及山东 河南这里 像是银川 西宁 西安 太原济南 气温也将会迎来新低 到了下周二的时候呢 冷空气就会到达南方 给南方的气温带来下降 像是合肥杭州 武汉 最低气温将会降到 只有10度上下了 那这波冷空气过后呢 像是东北将会整体入冬 而江南这一带 也将会相继地进入到 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静静 今天是休息日啊 看来大家正好可以在家里 把这个衣服 做一个换季的整理 那么除了降温 这股冷空气会带来降雨吗 没错 得亏今天是一个休息日 不仅适合在家里面 做换季整理 而且非常适合在家里 睡上一大觉 因为不仅会有降温 还会有降雨 像是北方今天 在西北地区东部 以及山西 金金军记 以及吉林辽宁这一带 就会有降雨 虽然雨不大 但是配合着降温 简直就是最适合在家里 睡觉的天气了 而南方的雨也不少 西南 江西 以及在湖北 还有华南这一带 也会有一些雨水 尤其是在广东沿海地区 今天明天降雨 还会比较强 比如说广州 今天明天就预报了 会有雷震雨天气出现 所以在这一带搭乘飞机 要关注航班信息了 明天开始在四川贵州云南这里 降雨也会增强 普遍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出现 一定要格外注意 像是成都未来一周阴雨不断 而且气温也会有所下滑 天气会一下子湿冷不少 眼看着天就要冷了 赶紧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下面天气早餐来看一看 有什么样的美味呈现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 今年第19号超强台风海贝斯 与昨天傍晚登陆日本 台风登陆后影响如何呢 就相关情况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日本千业线的 财经频道特约记者李倩文 财经文早上好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现在我走在的地方呢 就是位于日本千叶线的巨南艇 那今年的第19号台风海贝斯 昨天晚间在东日本登陆以后 这里也是遭到了狂风暴雨的侵袭 那尽管现在天气已经逐渐平稳 看起来也是出了一点太阳啊 但实际上呢 我现在周围的房屋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现在我身旁的这一栋屋顶上呢 本来覆盖着的蓝色遮雨布 就已经被昨天的大风吹到了附近的电线杆上 那实际上现在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 而在这一侧的几栋房屋上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遮雨布已经被吹开 甚至是屋顶上的瓦片也都已经被大面积的吹落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城市当中的树木树枝也是多数都被吹到 道路中央阻断了通行 使得原本干净的小镇啊 也是显得凌乱不堪 那而且我们刚才从当地居民处了解到啊 除了房屋本身的损坏以外 不少地区也是出现了停电的状况 那现在我周围的这一片民宅呢 也都是处于停电当中 并且何时能够恢复供电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实际上由于预计到此次台风的威力巨大 当地政府以及一些学校等设施呢 也是提供了自己的空间来为居民呢 提供避难所 不少的居民昨天晚上实际上也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中 前往附近的避难所度过了一整晚 那今天早晨我们在赶来的路上 也是看到许多居民已经收拾行李 前往家中紧急去确认自己家中 昨天晚上的这个受灾情况 那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在这一地区的居民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停电 那我们看到刚才有许多居民 也是拿着梯子爬到自己家的屋顶上 去看看自己的瓦片 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损害 那实际上目前呢 海贝斯已经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 向东北方向前进 当地的这个风力已经有所减弱 不过日本各地呢 还是有不少地方仍然将灾害等级提高在了最高等级 提醒居民注意次生灾害等避难 那目前日本国内总共这个台风已经造成了四人死亡 17人失踪近百人受伤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并且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在48小时内最高降雨量达到了1000毫米以上 那以上就是关于此次台风的最新情况 之后我们也会持续更新最新情况 为您带来稍后的报道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日本千叶线带来的观察 昨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了 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增长 云计算产业近三年每年增速都保持在30%以上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云计算产业规模达到962.8亿元人民币 到2021年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将助力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2.6倍 并将员工生产力提高2.3倍 未来随着物联网5G等应用的持续落地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 中国云计算产业仍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从目前看一定是我们整个就是数字世界的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普惠AI的平台 然后去服务产业的这种创新活动 比如说医疗领域肿瘤的专家的能力固化在人工智能里面 然后去识别我们的肿瘤的图片 这样的话它能起到一个辅助诊疗的一个作用 大大的降低大家审偏的一个难度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各行业企业上云率仍然不高 云计算产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2018年工信部发布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 2018到2020年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预计到2023年中国云计算产业规模 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政府和企业上云率将超过60% 国内已经有了好几家提供云服务的这种机构 竞争也很激烈 而且企业就是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 我们都发现的都有一些云迁移 这个云升级的这样一个战略实施 距离双11购物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物流旺季即将到来 11号中通快递率先发布了双11涨价信息 我们的记者昨天第一时间走访了中通快递的服务网点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记者来到了中通快递位于北京的某服务网点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还没有收到价格调整的具体通知 但是每年双11涨价已属惯例 随后记者也致电了其他快递公司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消费者对快递价格的敏感度较低 在选择快递时更多地看重服务质量和快键时效 专家表示快递的涨价取决于物流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变化 到了双11旺季物流的涨价不仅会影响电商卖家 也会影响终端消费者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 少不了快递也同样少不了外卖 有数据显示 在广州大学城各大高校的师生 一天外卖的订单数量就达到8万份 为了保障这些外卖食品的卫生与安全 广州大学城专门设立了工作站 让大学生兼职外卖员负责排送 长期以来由于广州大学城订单多 外卖小哥人数不足 校园不允许校外人员随意进出等原因 外卖的餐品往往随意放在生活区门口 造成了诸多问题 就是它放在那里 然后它给你发个短信 然后去拿 然后出来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针对外卖出现的各种问题 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中午时分 一份份外卖正统一送到 广州大学城工作站小房子内 穿着绿色马甲的兼职大学生 将外卖按照宿舍地址 放进不同的外卖柜 再由外卖员送到指定宿舍区 第一个是外申 口罩 还有手套 然后安排的区域 冰冻楼冰冻楼的餐要摆好 比较外申点 等库克来到楼下 然后让他报那个手机维号 然后我们这边对一下那个单号 然后交给他 把餐交给他 外卖从餐厅到大学城工作站分配 再送到师生手上 采用全程网上流程监控 配送的食品可以溯源 另外一些勤工俭学的大学生 也可以坚持做派餐员 我们全职的骑手是占不到30% 大部分是利用我们那个兼职人员学生去充当这个骑手的派送 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 在校内勤工建核的一个实潜机会 有效地解决了我们以往外卖存在的一些隐患 昨天第五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迎来首个公众日 多型国产武装直升机 民用直升机纷纷登台亮相 为观众带来一场空中的视觉盛宴 现在呢在现场一架直食武装直升机正在进行单机表演 它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角度达到540度左右的回转 这个动作不仅体现了飞行员人机合一的协调性 更展示了直食强大的机动性能 现在是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的最后一个动作 四架直食武装直升机组成了密集编队 快速超低空通场 快速拉起 达到顶点 开花 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像是一朵美丽的鲜花在空中绽放 加入表演的元素和因素更多 可能在这个拉烟呀 包括打弹的效果上呢可能会更好 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展示 可以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 本届直播会进入公众日后 每天都将进行两场飞行表演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视觉享受 除了新场精彩的飞行表演呢观众还可以近距离的目睹国产重型直升机大比例模型 同时呢也可以坐进直升机里去体验一把 选一的一般的基本上都是三片到四片 这个到了七片 它为什么片速多啊 因为载重量很大 所以它的面积必须要大 它这个货舱面积是很大的 我们我刚才说的我们值八十三冬 现在这个货舱容积它是大到了将近那个两倍多 你看它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个 这叫做尾舱门 这个尾舱门是车辆就可以开进去的 将来这个将来这个一般的救援的车辆啊 这些东西实际上就直接开上去 在现场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重型直升机 一比一内部坐舱的实行体验 观众可以坐在这里通过佩戴VR设备 现场亲身感受 坐在重型直升机当中的感觉 乘坐重型直升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现在我就要带上这个VR设备亲自来感受一下 现在眼前出现的是整个重型直升机机舱内的画面 它的空间非常的宽广 现在有车在我身边经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部是有这样的后舱门 可以供我们的人员啊 还有车辆啊 自由的进出 整个机身全部都能看到 以后这种东西如果应用到救援上面的话 会能够很棒 是对直升机的整体的一个表象还是比较完整的 能表现它所有的功能和它未来的一些期望吧 接下来一起关注家政服务业里一个很重要的门类 月扫市场 随着消费升级 月扫的职业门槛也在提高 在北京这样一线城市啊 月扫收费普遍都在万元以上 高收入也吸引了不少拥有高学历 以及医护行业的专业人才投身其中 刘恩静原本是天津一家国企的员工 工作稳定 待遇也不错 不过就在去年拥有大专学历的他 决定做一名住家月扫 完完全全的坐在行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 本科专科生特别多 最年轻的27、28岁 发现自己广有个月扫症 根本就不行 然后陆续呢 我们有考虑一些个产后恢复啊 比如催乳啊 比如说诊呢 还有一个身体理疗啊 服务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89%以上的消费者 希望月扫有母婴健康管理的相关专业知识 69.7%以上的孕妈希望 月扫有产后康复经验 68%以上的新生儿家庭希望 月扫有早教能力开发的经验 消费者需求升级也直接抬高了月扫的行业门槛 一些医护行业背景的人才也开始进入月扫行业 我们的从业人员这一块一定要有专业知识 一定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 各个方面吧 内外富儿这一块都要需要了解 在北京一家月子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 就在两年前有大专学历的应聘者还是凤毛麟角 但今年的行情让他感到吃惊 就拿今天来说 因为急着要护士嘛 我就发了一个广告 就这一天我还没看呢 现在超过100个护士应聘的 而我要求的这个标准呢 是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 三年到五年经验 然后5000到8000的工资 是这种要求 很多人都愿意到这个里面来 数据显示 2015年之前 50%到60%的 母婴保健服务机构的相关从业人员 学历为高中毕业或中职院校毕业 拥有大专本科学历的从业者 不超过30% 但是今年 本科级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 普遍提升了10%到20% 月扫市场规模扩大 整体素质提高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过在采访当中 记者发现 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要想挑到一名称心如意的月扫 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北京兰先生的宝宝刚满两个月 孩子出生前 他就开始物色月子会所了 但是一番挑选下来 真是不容易 3万块钱的月扫 跟6万块钱的月扫 有人也可能问你要10万块钱 但是你怎么区别 没有办法 好像有好多的样子 但是真正拿出来有口碑的 也就两三家 三四家 和兰先生一样挑花眼的消费者 还有很多 由于目前月扫从业者的技能认证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选月扫大多靠感觉碰运气 就是他的一些证书吧 像这个月扫症啊 还有一些个催乳症啊 这些个东西 说实话嘛 不是说特别内傻 应该不可能是有假的吧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月扫培训 搜索结果有上万个 不少培训机构声称 只要经过7天到半个月的培训 证书保拿并且推荐工作 而另一家培训机构则表示 自己颁发的证书全国通用 但当记者追问 颁发机构是哪里时 工作人员却是含糊其词 印尼是坦言无标准 正是造成班证机构遍地开花 缺乏监管的根源 那我们现在社会上 我们月扫机构啊 或者说我们家政机构 我们自己就发很多证 我自己给自己评劳 我这是高级师 可能两天三天的培训 就说它是高级的 中级的呢 没有一个标准 那没有这个标准 就造成了滥衣充塑 你看啊 月扫行业的从业技术标准不统一 不仅消费者无从辨别 从业者也感到很迷茫 因为少不了要遭遇 各种培训机构的忽悠 多花冤枉钱 那怎么来破解这一难题呢 记者了解到 月扫行业相关的技术国标 有望在明年出台 记者在查询了 2019年1月17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最新版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后发现 目前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 并没有母婴护理师 和月扫的职业称谓 仅有育婴员这一职业 而虽然由国家标准委 发布的家政服务 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 早在2016年2月就正式实施了 但是由于这个规范 并非强制性标准 因此在实际落地中 月扫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资质 依旧大多由培训机构说了算 专家表示 职业细分和行业规范的认定 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 母婴这个行业它就分了16个大类 它就应该有不同类别的职业培训规范 服务规范 还有我们的职业证书的规范 这样才能将这个行业 家政行业还是母婴行业 才能健康有序地去发展 除了要尽快对职业类别进行细分 业内人士还提出 由于产后护理属于技术密集性的工种 因此对相关人员的技术规范 也应更加规范和统一 据透露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国家标准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提升行业的服务质量 这个标准 可能明年初就能够出来 真正制定当中 下面我们来关注年轻人的睡眠问题 据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 2019年以来 助眠类用品和保健品的成交量大幅增加 让人意外的是 购买这些产品的主力人群 并非是中老年人 而是20到29岁之间的90后 那么这些年轻人 都在买哪些助眠产品 90后的睡眠现状 究竟又如何呢 来看报道 97年出生的易飞 今年上大四 上大学以来 她基本保持着 每天凌晨2点左右入睡 从去年开始 她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问题 她开始习惯购买助眠类产品 买了褪黑素 然后耳塞和耳罩 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总共花了差不多500块钱 相当于一个月的饭费吧 在学校 92年出生的小鱼 也十分舍得为自己的睡眠投资 她坦言 这两年自己在床品上的花费 总体在4000元上下 最近购置的是一款 800元左右的乳胶枕头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2019年1到8月 90后购买进口助免类商品的增幅 为118% 人数占总消费人数的比例为62% 超过了其他年龄群体的总和 记者在该平台上搜索发现 许多热销商品客单价都不算低 如占据成交量排名前五的一款 蒸汽眼罩 每合79元 而网红单品 助免精油 真思眼罩的价格 也在两三百元左右 除了一些助免类硬件产品 记者在手机软件下载商店中发现 催眠音乐 冥想类课程为主打的助免类APP 也多达几十款 业内专家认为 当前国内的睡眠产业正在兴起 预计到2030年 我国睡眠产业的市场规模 将突破万亿元 睡眠产业这些年的增长 基本上都是在20%左右 很多人现在就是看着 对睡前进投资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市场还是蛮有想象力的 来自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的 中国睡眠指数 把睡眠质量分为 甜美 舒适 苦涩 烦躁 不眠 五个等级 调查显示 90后睡眠处在 苦涩区 烦躁区和不眠区的总人数 占比达到68.2% 总体呈现出 需要辗转反侧 才能安然入睡的状态 此外 90后平均入睡时间为23点50 睡得最晚 也是90后的睡眠标签 那么让90后辗转反侧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 就连续两天没睡觉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压力有点大 主要是出过的压力 是我在考研 它灯一亮 然后我就惊死了 我就睡不着了 12点1点左右睡觉 就是刷手机 看剧什么 总感觉就是 白天工作时间太久了 然后晚上就想有点自个儿的时间 然后玩着玩着就过去了 时间过头一回 据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 有54.3%的90后 会在入睡前玩手机或iPad等电子设备 入睡前平均玩手机的时间为50分钟 夜晚已经成为90后寻找自我 释放压力的窗口 此外 宅缺乏运动 夜生活丰富 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专家提醒 想要健康睡眠 仅仅靠各种概念的智能睡床 以及智能穿戴产品是不够的 再加上目前此类产品都缺乏相关行业的标准规范 乱用滥用褪黑素 只会加剧身体负担 日本作为加班大国 平时睡眠时间的这个平均的睡眠时间 在世界范围内是处于垫底的水平 超过四成成人每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 随着日本工作方式改革的推进 在缩短加班时间的同时 关注下班后员工睡眠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增多 由此引发了一波睡眠经济热潮 这家制药公司身处健康行业 一直敦促员工通过运动饮食进行健康管理 然而最新调查显示 半数以上员工存在睡眠问题 六成员工表示工作时有强烈睡意 为了提高上班时间的工作效率 今年7月他们开始尝试帮助员工改善睡眠 这一款就是用来改善睡眠的测量仪 它可以记录睡眠当中的心跳 呼吸以及位置这三种数据 那一般是把它放在床垫下面 靠近心脏的位置 昨天晚上我也用它来做了一次尝试 今天可以看到手机上的评估显示 在7个小时的睡眠当中 熟睡时间是达到了102分钟 整体评分得了91分 还不错 但是根据专业建议 还是有改善空间的 记者了解到 目前已经有70多家企业的 上万名员工进行了尝试 由此引发的睡眠经济热潮 也吸引其他行业 纷纷开发相关产品和创意服务 加速涉足睡眠领域 例如电器公司就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出遵循睡眠规律 自动调节温度的空调等睡眠加点 还有床垫公司推出睡眠空间租赁服务 把咖啡馆改成卧室 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 日本企业对于睡眠问题的重视 使得睡眠质量已经提到 与综合体检压力检测等 员工常规健康管理项目同样的高度 除了借助外部手段 部分企业还做出提前上班 推行午觉等制度上的调整 日本在加速工作方式改革的同时 有望带动睡眠市场 进一步扩大到1.2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786亿元规模 进一步扩大到1.2万亿日元